那我们来说就是说玻尿酸注射和脂肪填充哪一个更好 这个其实没有说哪一项更好 因为它们两个有一个比较明显和质的区别 那作为填充类的话 玻尿酸和脂肪填充其实对于包括面部也好 和身体也好都是可以做填充的材料的 但是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玻尿酸填充的话 比如说玻尿酸填充是立竿见影的 马上就能够达到想要的效果 而且不影响生活 那比如说我们打完了玻尿酸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脸上的苹果肌 苹果肌在这个位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现在不知道苹果肌的了 那么在苹果肌的位置 我们打了玻尿酸以后呢 不影响上班 比如说你中午过来打 下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去上班啊去逛街啊 都可以不影响生活 那么玻尿酸的话 它可以维持到 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 它一直都是这个形态 然后后面半年以后 可能慢慢才吸收 但是脂肪填充是不一样的 脂肪填充呢 它是我们要做个小手术了 我们要从大腿上或者肚子上 通过手术的方式 把自己的脂肪吸出来 吸出来以后 我们再通过比如说 或者是我们家PRP啊 或者是离心啊 其他的一些手段 能够增加脂肪的吸收率 然后打在我们这个脸上 那这个是一个手术 它需要时间恢复 另外呢 脂肪移植的话 它需要有一个吸收率的 它打进去不像玻尿酸一样 比如玻尿酸 可能半年一年才吸收 但是脂肪的话 可能在这三个月 到半年的时候 它吸收的很快 我们脂肪移植 可能需要重新再补打 第二次或者第三次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区别 因为玻尿酸注射了以后 那它不吸收 在短时间内不吸收 半年到一年才吸收 但是脂肪注射的话 它在三个月到半年的时候 就会很快的 有一部分会吸收掉 那我们可能在半年之后 还需要再补打 但是 所以 就这样 让我们 feel the heart of the heart 没有人就会再补打 那脂肪的 我们不会再补打 然后我们不能够再补打 我们可以补打 我们不再补打 可以说 我们这些交易